今天是新畫面拍下身穿藍衣的男子 騎機車經過萬大大橋一帶 慌張往前騎逃逸 因為就在稍早 他竟然持刀砍死鄰居夫妻倆 殺害小孩會不會虧欠 63歲的吳賢 16號一早赴訓完移送地檢署 前天整夜保持接默態度不配合 辯稱忘記胸刀氣質的地點 時間再往前推 15號上午7點多 吳賢行蹤完 從容離開 手上還拿著塑膠袋 疑似裝胸刀 但當時穿的藍白色外套 若往時卻變成白色背心 凶殺命案就發生在高雄林雅區 15號上午7點多 吳賢持刀上樓到14樓 砍死夫妻倆 羅南沉屍床上菜女沉屍客廳 羅南手臂和左胸 還有腹部約7刀 菜女手臂腰腹部約4刀 痛下殺手11刀奪兩命 休閒騎車逃逸 經過萬大大潮時 就丟棄義務和兇刀 警方漏夜搜查 在16號凌晨1點多 在高屏西畔找到外套 還掉出水果刀 比較少跟鄰居入洞吧 抱怨說你們樓上有點吵 尤其是晚上很晚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還有在敲打聲音 他們就回 羅先生就回我說 這個問題存在很久了 可能是 就是他們誤會他們了 疑似不滿長期噪音 竟然就遲到砍沙樓上鄰居嗎 夫妻倆共仲十一刀喪命 留下年幼的兩位孩子 毀了一個家 記得蔡武言 葉正宇陳山山高雄 採訪報導